我们看见第二 它说有一个点光源 它的光度I 是等于25烛光 至于凹面镜 凹面镜的主轴上 凹面镜的焦距是2公尺 则 光源至于凹面镜前3公尺 这是3公尺 3公尺处 在凹面镜前5公尺 凹面镜前5公尺 这里是5公尺 所以这里就是2公尺 2公尺 另一个屏 则屏上的照度多少 那这怎么做 这屏上的照度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 这个点光源直接给它的照度 第二个来源是 点光源 照过去以后 反射以后 给它照度 那它反射的话 就相当于 这个点光源的像直接射出来 所以我们先把点光源的像找出来 点光源的像 满足多少呢 P P现在是3 3分之1 加上 Q分之1 等于多少呢 等于F分之1 2分之1 所以 所以我就知道 Q分之1 2分之1减3分之1 就是6分之3减6分之2 所以是6分之1 所以Q是等于6 Q等于6 等于6 等于是在那个 它的像 是在这里 这意思就是说 它这样 射过来的时候 然后它反射的时候 会什么呢 会指向这里 反射的时候会 汇聚到这一点 那它还没汇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被这个遮住了 好 我们知道这个 光具有可力性 光这样射回来的话 你如果把时间颠倒以后 就等于 有一个点光源的光从这里射过来 好 那么这个点光源射到这里的照度 等于这个点光源射到这里的照度 那我这个点光源的强弱 那我就可以缓算 那我就可以缓算这个点光源 它的什么 它的花光强度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 在这里的照度等于多少 这是三公尺 照度一 三的平方分之二十五 二十五 会等于这个 这个在这里照度 这是六公尺 六公尺 六的平方分之二十五 五的 这个也分吧 这变成二的平方 所以我就知道 i i plung iplung是等于 一百 因为这是四 好 那你这个说 这点光源你如果把时间反转的话 光这样射过去的话 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 这个点光源在这里的照度 我们是等于 这点光源在这里的照度 然后你缓算以后 发现呢 这花光强度是一百 所以呢 这个点光源在这里的照度等于多少 在这里的照度 这个 这个叫一一好了 这点光源在这里的照度 这等于多少 这一公尺 就等于一的平方分之一百 那一二 一二就是他在这里的照度 一二等于多少 这是两公尺 二平方分之二十五 所以全部的照度一 这等于这两个相加 就是一百 他再加四分之二十五 同文以后变成四分之二十五 明珠光 明珠光 我四分之四百二十五 明珠光 你一定会при杰永远 的应该是一个专门的 inter